我要为你介绍的是卢浮宫两核文明的镇馆之宝 它就是汉摩拉比法典 石碑 我猜 你听说汉摩拉比法典这个词 要么是从历史课里 要么就是从周杰伦的歌里 因为他的爱在西元前实在是太有名了 歌词是方文山写的 第一句就这么长 古巴比伦国王颁布了汉摩拉比法典 刻在黑色的玄武岩 距今已经3700多年 你看这句歌词 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都齐了 完全可以作为历史考题来用 可是啊 以我逛了十年卢浮宫的经验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方文山当年很可能没去过卢浮宫 为什么呢 因为歌词里唱 你站在橱窗前 凝视碑文的字眼 他大概以为所有的珍贵文物 都应该小心翼翼被放在橱窗里吧 然而并没有 卢浮宫里的汉摩拉比法典石碑 四周就拴了一条绳子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任何的保护装置了 看得出来 法国人确实心很大 但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底气 因为这块石碑可是玄武岩啊 这是一种异常坚硬的石头 是超级抗打击的 这也是当时古巴比伦国王汉摩拉比 哈玛拉比的初衷 他希望自己辛辛苦苦编撰的法典 可以通过玄武岩这种超级坚硬的载体 世世代代永远流传下去 其实这也不单单是国王的意愿 毕竟 律法这种东西还是很严肃的 你想 要将一个个字刻在坚硬的玄武岩上 那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而也正是这样 才能体现出这部律法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事实有点残忍 汉摩拉比死了六百年还不到 邻居埃兰 艾奥就打了过来 他们将整个巴比伦洗劫一空 汉摩拉比法典石碑就被当做战利品 直接被埃兰人扛回老家去了 所以这块石碑的出土地并不在巴比伦 而是法国人在1901年对伊朗古城苏萨 SUS进行考古挖掘的时候 无意中挖到的 随后法国人就马上就将这件珍宝买下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块石碑 现在存放在卢浮宫里的原因 石碑虽然被抢走了 但法典的条文却流传了下来 而且被复制了很多个版本 在之后的近四百年中 它都是作为法律样本 一直影响着两河流域 所以说它是法律界的开山鼻祖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汉摩拉比法典 这部世界上最早的 完整保存下来的成文法典 真的有它非常牛的地方 首先它覆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 私有财产 婚姻 劳动报酬等等 更重要的是 它的律法意识非常的先进 我给你举个例子 它里面写道 定罪一定要凭证据 审案需要设立陪审团 所有案件都必须立案记录 并且存当 这些条文 即便是放到现在 也都是完全适用的 而且这些先进的法律意识 以后都有影响到西方各国 在他们今天的法律条文中 你肯定可以找到 汉摩拉比法典的影子 如果我现在撇开法律的层面 去看这部法典 会发现 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历史文献 让我们可以走进这个 三千七百多年前的古王朝 去了解当时的社会 是一个什么状况 比方说 法典里明确规定 不认主人的奴隶 将会被割掉耳朵 那就说明当时的 古巴比文王朝 是一个奴隶制社会 法典里还有一条说 医生治愈一个奴隶主人 会比治愈一个奴隶 得到更加多的工资 这也表明 当时的统治者 完全不把奴隶当人 他保护的是奴隶主的利益 还有一点很好玩的是 从这部法典里 你还能看出 当时人类的思维方式 他的每一个条款 都遵循着几乎一样的格式 那便是如果怎么样 那就怎么样 打个比方说 如果一个人打自己的父亲 那他就会被砍掉双手 你发现没有 这是一种提出问题 随后解决问题的思维 当时的人类 并不懂得去提炼 一些法律的基本准则 他只会这种案例式的思维 然后顺着这个思维 一根筋走到底 都不会拐弯 当然 这部法典 也有非常原始的一面 毕竟那是3700多年前嘛 对应中国的话 商朝才刚刚开始啊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 就是同太父仇法 也就是所谓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关于汉摩拉比法典 还有一点 想让你明白的是 这部法典 之所以诞生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 它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那是因为 两河流域的人民 一向就很有契约精神 这一点 你从他们出土的文物 就看得出来 因为一般文明古国 出土的都是些陶冠什么的 但在两河挖出来的 竟然大部分都是合同文件 我在图文区 给你放了一张图片 那是一份 古苏梅尔人的房屋销售合同 被刻在了泥板上 这种契约精神 和两河流域的地理条件 是非常有关系的 在讲拉玛苏纳杰克里 我就讲过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是由底格里斯河 Tigress 和又发拉底河 Euphrates 这两条大河冲击 而形成的平原 所以它周围没有天然的屏障 这就导致了外族 会频繁的入侵 为了生存 当地人民必须联合起来 这时候 契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了 它可以让减少社会内矛盾 更好将大家凝聚起来 共同去抵抗外敌 所以 这部法典 也可以说是两河人民 为了能够适应当时的生存环境 而制定出来的 离美索不达米亚 非常近的古埃及 他们就没有那么强的契约精神 因为埃及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四周都有天然屏障 政治非常稳定 所以 埃及人比较有安全感 对死亡没那么害怕 反而对死后的世界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以 古埃及的主要文化 它都是墓葬文化 都是和死后世界相关的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两大文明对比 好 前面是从律法的角度 我带你去看了下 汉摩拉比法典 石碑 现在我们要从艺术的角度去看 因为它真的是一件 异常精美的艺术品 这块玄武岩石碑 高度大概两里二 上面刻了将近 三千五百行的法律条文 字体都是些型文字 而且都非常的优美 所以专家一直调侃说 汉摩拉比法典 石碑 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字贴 但石碑最大的艺术亮点 还是它正上方的浮雕 因为古巴比伦王朝 流传下来的雕塑品 真的是少之又少 而这块浮雕 无论是从构图 还是雕刻精细度来看 都反映了那个时期 最好的工匠水平 浮雕描绘了两个人 一个坐着 一个站着 坐着的那位头上有脚 这说明他是一位大神 而且他的肩膀这里 正在向外发射光芒 意味着他是太阳神 在古巴比伦神话中 太阳神也是法律之神 所以浮雕里 他的手上握着一根棍子 和一个圆环 这些都是传统的测量工具 同时也象征着司法和正义 站着的那个人呢 就是国王汉摩拉比了 他右手举起 摆出了一个 非常向奥特曼 发射激光的姿势 但他不是想战斗 这个动作 主要是想表达 他非常的尊敬太阳神 正在朝拜他 而太阳神呢 也有所回应 正将手里紧握的圆环和棍子 交给汉摩拉比 这可是非常有政治意义的 这意味着汉摩拉比 拥有法律之神所赐的权利 他可以理直气壮的 向他的子民 执行石碑上所刻的法律条文 一 汉摩拉比法典 是古巴比伦王朝的国王 汉摩拉比汇编的一部法典 并且刻在了黑色的玄武岩石碑上 后来 他却被埃兰人当成战利品 搬回到伊朗去了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又被法国人弄进了卢浮宫 二 这部法典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他在两河流域 可是管了一千年 因为他覆盖面非常的广 条文着非常先进的律法意识 而汉摩拉比法典之所以诞生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这是因为两河人民 一直都保有良好的契约精神 三 这块石碑 还是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石碑上的浮雕 反映了那个时期 最好的工匠水平